今天呢 戴戴戴來大虎公園走走散步 那現在七月份呢 正是越來越熱 你看他準備幾步就在船船船船 欸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後面的泳池 那我決定戴戴戴去寵物專屬游泳池玩水 那玩水前要準備什麼用品呢 走 跟著我去看吧 GO 好 我們回家準備東西了 那剛剛奈奈在大虎公園的時候一直看泳池 是因為他之前真的很喜歡游泳 但就是因為發生了這樣事件 所以他才導致呢 他對游泳有陰影 但是他不怕洗澡 所以今天呢 我要帶奈奈去克服他之前的陰影 讓他重新喜歡上游泳 所以那我們今天要準備什麼呢 要準備的東西就是這些 洗水毛巾 水壺 大毛巾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玩具跟零食 還有一個牽引繩 為什麼要準備這個東西呢 第一次下水的毛海 要準備他喜歡的東西來引誘他 牽引繩呢 是要扣在救生衣上面的 那奈奈呢 因為之前有陰影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比照是第一次游泳的毛海來看待 好 那我們就出發帶奈奈去游泳囉 我們現在呢 已經來到苗栗狗狗水世界 等一下要帶奈奈下去游泳了 今天呢 要用這台 Canon 250 來記錄 奈奈到底可不可以克服游泳恐懼呢 那我們看下去吧 好啦 我們現在讓他在吃飲水溫 等一下要下水囉 我現在首要拿的這個就是他的救生衣 第一次游泳狗狗難免會緊張 所以可以跟櫃檯借救生衣 我們要下水啦 看你要先充斥一下水上面呢 正好呢 我們準備下水囉 我跟大家講的是第一次下水的狗狗呢 一定難免都會害怕緊張 所以呢 我們呢 可以拿飲食或他最愛的玩具 來誘惑他 要下去囉 我們下去的時候呢 一定要慢慢的下去 然後讓他有稍微那滑水的感覺 讓他慢慢適應 來 下去囉 好囉 上 好囉 好棒喔 過程中一定要一直發講他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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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對第一次下水的毛海啊 住啊 那旁邊陪同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安靜他們緊張的親戚 就慢慢適應幾次呢 讓他慢慢適應了水中的游泳的感覺 後面就讓他慢慢繼續玩 好 先自由 我都休息一下 這下水的時間呢 不要超過30分鐘 就算再會游泳 狗狗也會累唷 所以要記得要細心觀察 讓他們累的時候 把他引導上岸適時休息 我們兩個去看別人游泳 看一下 看到沒有潮在手機裡面了 有耶 好 剛剛呢都是我在引導奶奶游泳嘛 那現在呢 讓奶奶呢 一看我的引導 看他會游過來找我唷 放手囉 來 來 來 走 走 我要在哪裡 游泳裡 走 走 好可愛 來 你怎麼那麼棒 你怎麼那麼棒 我們來試試看奶奶已經有沒有學會游泳 所以呢 我們脫掉救生衣來試試看囉 好 放手囉 哇 奶奶學會了 克服之前的恐懼了 太棒了 好棒喔 好可愛喔 哇 奶奶你看 油網油還有老闆娘收帶給你的餐點耶 是肉肉呦 好可愛喔 對焦 很開心 今天奶奶呢 終於克服了恐懼 啃下水去游泳 希望之前的陰影呢 能早日揮別走 然後趕快找回他愛游泳的個性 相信大家一定都跟我一樣 很喜歡記錄自己家毛孩的所有時刻 但同時也要記得 毛孩在許多時候 更需要的是你放下相機陪伴在他們身旁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記錄自己跟毛孩一起相處的時光 那可以請朋友幫你撤拍 或者 你可以選擇一台方便自拍的相機 像Kennel這台M50就非常的輕巧方便 真心推薦喔 好 今天呢 我們玩的很累 也很開心 那希望呢 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喔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讚 分享 將訂閱 謝謝 那我們下支影片到就見囉 掰掰